好 我是理查叔叔 在收吉他学生这件事情上 我有一个困扰 也是我的不解 就是有好多次 我都差一点要收到一个学生了 但是会在一件事情上堵住 就是他希望能够有一对一的视频的 实时的这种指导 就是连线 对对对 这个叫连线 但我就特别不喜欢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浪费时间 因为它不有效 我最喜欢的是一来一往 然后也一来一往 不要马上来往 收到以后你要认真的思考 咀嚼 尝试 探索 然后产出一些东西 不管是文字或者是视频 然后再发过去 一来一往 而且这样可以非同步在线 半夜发也不会造成打扰 那实时的就会 喂喂 听到了吗 好好好这样 对 刚刚 我先讲 你先讲 刚刚 这个画面就会让我很不舒服 这个是很浪费时间的 而且我讲完你马上就回复 你讲完我马上就回复 这都没有经过思考 我觉得这是不好的 另外直播这种一对多的 也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教学 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你一次面对这么多人 每个人程度不一样 每个人卡在不一样的地方 每个问题你就像蜻蜓点水一样 两三句话就讲完了 这个应该怎么样 讲下一个 这个我觉得都是很 我不能说不负责任了 但是对我来说 我没有办法操作 所以 但是我看过很多很棒的老师 这两件事情都做得很好 那我暂时还不行 也许以后可以吧 就是 人总是要经历 更低的低谷之后才会突破 就像我以前从来不画六线谱 现在我也被迫 我还买了Guitar Pro 8 Guitar Pro 8 对 然后 画六线谱给有需要的同学